我們來看看下來的一個 群戲以外的一個劇 叫做《獨腳戲》的《火對逼人》 好 請大家 是贊情勤奢而出的 請我欣賞 謝謝 我知道我屎波 但是對於一個 有這麼十年紀 有整整年都沒拿過這支球卡的人來說 你們是不是應該給多少同情分呢 太極之類 我的故事也挺長的 你們有沒有時間 三十分鐘 OK 好 讓我 正式介紹一下自己 我叫做陳淑芳 已婚 有個女兒 今年十三歲了 先生做些小三二 家裡叫做OK 問一位成熟的女士什麼年紀 就等於問一個上年紀的男人 問他朝朝朝還有沒有隔起 不好意思 我以前不是這麼說話的 我發覺和我打筆球之後 我說話和我打球一樣 真是驚大腦 關什麼事 聽完就知道 這個故事 就要從我爺爺那裡講起 我爺爺雖然不是大富大貴 但也叫做書香世代 有個錢人 我雖然不是男孫 但我爺爺媽媽一樣很疼 他們經常教我 女孩子人家就要規行舉步 大方得體 固然畏語自不然是死罪 就連 耶 那壞人 那些 都是正經人家女孩子的禁魚 我記得有一次 那時候我七八歲左右 那一天 我伯娘就發癲 動蹄動肘 向我爺爺哭訴 說我大伯出去找我 我大伯就頭呆呆 動了在那裡 等我爺爺分事 孝順 如果你幾十歲 還要靠老爸養你 你也要孝順 不過 我最深印象的 反而是我爺爺 看著我伯娘的眼神 我伯娘又顧著哭 所以不都不知道 但當時七八歲的我 已經可以很清楚地解讀我爺爺 每一個眼神 看一下你縫頭 救面 風風一點點的樣子 你不太失禮了 你老婆 我兒子一定會出館 我想我這一輩子都要記住這個眼神 不過 樹倒無孫生 我爺爺過後 我兒子都沒有再醉頭 我媽不一定和爺爺教我一套 所以爺爺一走了 他就把我妹妹送去外國服書 說起我妹妹就厲害了 她的英文粗厚 中英對我們日子 還會吹口成文 年紀都不小 還經常像那些鬼妹仔一樣 耶! Oh my god! 所以啊 她和我女兒的鬼死這麼巧聊 至於精彩有一次 她是放假 在UK回來探望 她上來拿給她吃飯 本來都聊得好地地 怎知一見到一個姐夫回來呢 Oh my god! Simon Jeff! 什麼姐夫出你回來自己家 你不欣賠你的LilyLuluMindy嗎 我怕是說扣得了才是娛樂壇 你拆了你去 不好意思 你試過不怕娛樂壇 就錄到她的粗口 唉 我老公是出去玩的 還要是分割全世界才知道那隻天 她現在慢慢回來睡 大事大事會回家吃飯 從來不會有女人找上門 可能從來沒有親眼見過那些所謂 女性朋友 離婚 又不是沒想過的 即是呢 好像打航戰一樣 我逼得她緊一點 她就做隱閉忠言 我放鬆啦 不是你們出去偷計摸狗 天下間哪有人可以千年改賊 我真是沒力再跟她玩足伊恩 事後我跟我妹妹說 你又何必揮爛臉呢 你都要讓人家下台 不可以的 我選一個樓台 她這麼偏偏 一個人選一個樓台 樓台 我是說給我樓台 好 好 這碗 請我再婆子 我還免得 你 很單純 什麼 我 嗯 你 你